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這麼晚的 塞車嘛 晚了一點點 還以為你不知道要睡晚了 哪有這麼晚 現在跟奶奶住在一起 那天一唱 做人媳婦神間難 早早起床到晚晚 搶睡晚一點 很難 是呀 那間有奶跟你囚仔 你份工作又他條 下午上班都可以 聽到入職還多好 走 找餐仔聲 廣州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用法 今天很多的用字都相當古雅 下午的下午字就是其中之一 下午是文言詞 在普通話裏面 現在就只保留一個姓氏的意思 而在廣州話裏面 就好像上頭那個短劇那樣 睡晚了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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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意思 廣府文哥有一首就好像劇中那樣唱 做人媳婦神間難 早早起床都說晚晚 還有一首就這樣唱 大食爛就起床 晚了 洗凍水就吃冷飯 這兩個晚字都是表示遲的意思 這樣的用法是起完很早的 屈原的尼蘇裡面就是用晚字 來表示遲的意思 廣州話講的下午 其中的咒字跟普通話一樣 只是天亮到天黑的整段時間 不同的就是 廣府話的咒又分成兩部分 用正午做一條分界線 前半屬於上咒又叫朝頭早 而下半就是下午 廣府人說的下午通常是指正午之後 四點半之前的那段時間 廣府人說的晚餐晚仔又是什麼意思 將在中午吃的東西叫做食硬 看來也是一個很古老的說法 漢朝初年的淮南寺就有硬食這個詞 相信就是廣府人說的食硬的起源 食硬我們現在以為是吃中午飯 這樣的理解其實是不對的 直到解放前後 廣府這一帶很多人還是只吃兩餐正餐 即是所謂的朝九晚四 朝早九點鐘就吃早飯 下午四點鐘就吃晚飯 期間隔了七個小時 如果不補充東西下肚的話 那些腸就會鼓鼓聲地提抗議 因此很多人只要經濟上還有一點能力 一般都會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 找些東西來填下肚皮 這個時段吃東西就叫做吃晚餐 或者簡化為吃晚餐 說得俏皮一點 就是去吃晚餐 吃晚餐不是放開肚皮來吃的 我的二伯爺在寫字樓做事 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在辦公室上班 他就是實行朝九晚四吃兩餐 而在十二點多鐘找些下午吃下 我看他的下午就只是一杯茶 一兩件點心而已 說起起起晚餐 找餐晚餐 這類廣夫人喜歡講的口頭禪 我又有些感慨 廣夫人其實是很講究生活質量的 廣夫人固然很有奮鬥精神 但是我們不會無憂子追求征服世界 將個人奮鬥強調到壓到一切的地步 而是懂得適可而止 要享受世界 人真的應該既有志氣去做大事業 又要識探 然後才對得住人 又對得住自己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今天的《越講越過癮》就講到這裡了 下一期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出自佛山的粵語 朱以繩記住捧場吧